新回邦 台日邦球追夢工程計畫 台日野球留學資源 與鼎鑫河德文教基金會 啟動追夢工程計畫 要協助台灣年輕球員 到日本高中就學精進球技 忠實教練林薇柱 球星蕭玉傑 也以過來人身份 鼓勵大家勇敢追夢 透過這個管道 而且後面還有 這麼好的資源的話 在學習過程中 譬如說在課業啊 在球場上 都能夠有很好的一個專注 剛到日本球學 必須重新適應語言和文化 林薇柱坦言差點打退堂鼓 還好當初的堅持 留下美好回憶 而曾經參加 甲子園比賽的蕭玉傑 也累積寶貴經驗 不只學球技 更重視態度 態度吧 我覺得 對許多事情 不只是對棒球 對人有禮貌 對很多事物 看待的方式會不太一樣 透過親身經驗 鼓勵年輕球員不斷精進 台日野球留學資源創辦人曹松輝 也到過日本打球留學 希望球員有機會發展專長 培養競爭力 今年與鼎新河德文教基金會 推動追夢工程計畫 提供三年全額獎助金 每和台灣球員到日本求學 提供生活照顧 第一步想說可以做的就是先帶他們出去留學 讓他們增加國際觀 然後增加語言能力 以提供他們將來在社會上的發展性 這樣 第一個要件就是他的品格 那第二點呢 我們會注重他的球技 也就是說他的棒球能力 那麼第三點呢 我們會注重他的未來的發展性 透過棒球公益計畫 讓台灣年輕球員能到國外拓展視野 預言棒球夢 回國後傳承寶貴經驗 提升台灣棒球發展 台報到台北數位新聞 邱世民財寶寶寶 曉世民財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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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